我要解说的是彩虹妹妹 首先我们做360 做一个熊耳 做一个死 一个熊耳 后面再做一个死 做连接 环色连接熊耳 过来 连接 后面再做一个 过来连接 然后橘色同样 要换在环色的上面 做一个幅度 连接 后面再一条过来连接 红色 我们先做一个熊耳 和耳朵做连接 然后在橘色的上面 做一个幅度连接 做一个熊耳连接 后面同样 做一个连接 我们这个彩虹把它简化 成三个颜色 比较鲜艳的颜色 旁边的云朵 我先做六个炮 为一圈 然后再做两个炮 然后再做两个炮 为第一圈的两个炮 两个炮为第一圈的两个炮 第一圈有六个 第二圈同样有六个炮 随意做连接 这边我先做七个炮 第一圈 第二圈我做六个炮 随意两两做连接 所以这边会稍微大一点 接着做衣服 我们做上面四个熊耳 然后下来做一个一熊耳小的 上来来回一共做四个 前面两个后面两个 接着我们做裙子 裙子我们用浅积色的 先连接一熊耳 然后做八三熊耳 八这样一组 一共做三组 后面还一组 接着用生橘色的 连接做两个炮 连接把它围一起 然后我们里面 那个一小熊耳 就把可以把它塞到衣服里面去 接着我们做腰带 用小炮做围拳 手一个熊耳 一个六 连接同样 然后头部和颈部的连接 我们用橡皮筋 先套在这里 然后拉过来 套在耳朵上面 第二条橡皮筋 也是同样套在这里 拉过来 套在胸耳上 这样我们这个可爱的 彩虹妹妹完成 如果是阮症 我们这个方便